现在亚里在电商中是亚一 京东排第二 未来有机会在京东中急起直追 甚至是爬亚里头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今年京东的销售 刚才就如Michael所说 它有双位数的增长 两成八的升幅 看看京东今年 双十一个头四个钟的销售表现 交易量最多的头五项的产品 有智能手机、雪柜、智能电视、洗衣机和冷气机 其实都是集中在电器身上 这个是否与亚里主打的商品有些差异 因为如果我们看淘宝 其实有很多一些平价货为主 京东是否相比上有差异 所以为什么销售额的增长又会高一些呢? 是否有关系? 产品单价 你可以这样说 这方面如果能够跑赢 或者集中这方面为主都有优胜的地方 我们经常说网购一方面除了一量之外 最主要是单价 例如刚才你所说 大家看到京东主要是手机 或者是百加电 坐底起码是四位数以上 但反而跟天猫购买的东西 可能是比较窄一些、散一些 这方面我和大家可能各有不同 带动整体的销售额来说 提升或者优势来说都会比较上是好处 加上京东来说大家都知道 它亦是自己的物流方面的配送推手 当不少都加强大家的信心 尤其是对一些 你现在的版面看到是一些 大件一些的 或者是产品放在它里面推动的销售 可能在服务质素 或者效率方面来说都会比较上是理想的 当然我们还有另一个卖点 看到大汉高盛都说 京东在今年双十一 特别在三线或者以下城市的 渗透率明显上升了 还说成功吸纳了大批年轻用户 因为在几个电商平台的app数据分析 出污液的污液用户比较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双十一已经不是只是11日 其实之前已经是很早已经开始了 我们就计算10月31日 和11月1日的污液用户的增长 京东有成是 31日是14乘2 1日是2乘3 拼多多也有2乘多 和3乘多的增幅 淘宝那边真的是弱 淘宝一说是4%以上的增长 为什么淘宝那边是会远远被抛离 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我想刚才也说过 货源或者集中度 比较省一些或者乘一些 这一件事可能令到单价 我想活跃的情况 亦是今年来说 很多小商户自己做很多直播大放 未必就像以往 靠淘宝和淘宝的平台 这可能也不少会有的影响 始终京东比较多些 八家电这些项目 在说配合推动 所以优势反而还可以继续继续维持